很多乡亲种这个果树 都会发生很多问题 有些拿回去种了以后 一两个星期就长得不好 你一定要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来种这个果树 这个果树才会长得好 很多人只是知道说 要买一棵果树回去种 但是种的方法都种错了 有些人譬如说这个盆 是这么大的 它就是挖 就像这个盆子这么大 这么深 就种下去了 那种好了以后 这个洞太小 也没有加新的营养土 所以这棵树 浇的水不够 而且它没有地方 没有空间可以发根 一般我们种树的规矩 是挖的洞 一定要比这个盆子大一倍 一定要大一倍 深一倍 就是这个盆子是一尺 你就一定要挖两尺深 挖出来的土跟新买的土 一定要搅拌均匀 底下先填好 填好底下的土 一定要先浇水浇湿 然后再把这个盆子里面的树拿出来 一般人都不懂 盆子它怎么把树拿出来呢 它就把它敲一敲打一打 就拔出来 一拔出来的时候 里面的土全部都松动 而且土都散开来掉了 就等于是说 伤到它的根了 伤到根了以后 你再给它勉强 给它压紧 给它种下去 它的根没办法很正常的 跟它平常很正常的吸收水分跟营养分 所以说这一棵树呢 两天三天以后 叶子就慢慢的干 就垂下来 甚至于呢 这个种的人不懂 就以为是不够水 就拼命灌水 拼命灌水呢 这个叶子就变黄了 叶子黄了就掉了 这一棵树一个礼拜以后 两个礼拜以后 这一棵树就跟你说再见了 然后呢 就一天到晚打电话来说 怎么办 这一棵树怎么会这样子 那我就说你一定是 种的方法错了 那所以呢 今天呢我要讲说 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人呢 就说牛粪土跟鸡粪土 这个牛粪土鸡粪土 你种果树的话 因为它太咸了 你马上种新的树 你就放在底下 放在旁边 这个果树受不了 它在盆子里面 我们都是买那个很好的土 那个是有加泡赖的那个土 就是有加那个水晶石的 白白一粒一粒的 它可以保持这个盆子里面 它可以保持水分 又可以让它的根 可以呼吸 那一般的人都不知道 牛粪土 鸡粪土很便宜啊 一包才三四块 我买那个土来种就好了 OK 没想到 把这一棵几十块 七八十块的果树 给害死了 就是这样子 绝对不可以 要用这种干净的土 来给它种下去 种好了以后 一个月以后 你才可以在上面加肥料 种树种好一个月以后 才开始在上面加肥料 在树干的周围的地方加肥料 加肥料呢 只是加一点点 绝对不可以肥料放很多 还有一点呢 有些人不懂 他买一桶鸡粪肥 他把整桶倒进去了 这一下子 这一棵树也受不了 太咸了 那个树也是一样 树被烧死了 不行的 肥料呢 要少量多餐 就是说 少少的 我宁愿 你要三个月放一次 那就放稍微多一点 那你如果说 我要少量 少量是最好的 你可以一个月放一点点 一点点 这样子的话 叫少量多餐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慢慢的吸收 慢慢的吸收 它就会 果树就会长得很好 OK 那这个就是种树 还有一点呢 这个种树呢 这个树呢 有很多种 第一个呢 是用种子种的树 你买到用种子种的树 它的根很旺 那个树就很容易种 很容易种 但是它 长出来的果呢 都会变种了 譬如说是龙眼树来讲 这个龙眼树呢 你用种子种的 可能要差不多 养到八年到十年 它才会结果 而且用种子 种出来的龙眼树呢 它结的果子呢 很小粒 而且呢 里面的肉很薄 里面的籽很大粒 所以说 不是说很好吃 但是用种子种出来的果树呢 很便宜 但是你如果买到 叉枝啦 高压啦 还有嫁接的 这个果树 一般呢 都是比较 价钱比较贵 但是呢 它不会变种 譬如说母树是好的 很好吃的水果 那这个嫁接出来的 高压出来的 这个树都是 非常好的品种 OK 我们讲这个 用种子种出来的树呢 它的根很旺 已经很旺了 那你要种 你可以好 盆子敲一敲 打一打 一拔出来 就可以种下去了 但是用高压的树 它的根没有很旺 还有 用那个 用高压 还有用嫁接 高压的树呢 是要最小心种 OK 它慢慢的长根 慢慢的发根 所以说里面 盆子里面的根 是很少的 所以说 一定要割盆子种 就是说底下这里 整圈先给它 用美工刀割掉 旁边给它割开来 割开来了以后呢 你还不要拿出来 你的树先挖好 我们现在种树呢 不管是5家人 7家人 10家人 或怎么样 你挖的树 一定要比原来的盆子 大一倍 大一倍 种下去 它才会有空间 可以发根 你绝对树不要挖太小 OK 好 那这个 这个高压的树苗 一定要割盆子 割好了 就还不要拿掉 你就把底下 那个树里面 底下先填好 你搅拌好的土 先填好了以后 底下的土 要先浇水 浇水浇好了以后 再把连盆子 一起端到 树的中央放好 放好以后 再把盆子 小心一点 把盆子打开来丢掉 那它原本的土 就完完整整的 没有动到 也不会伤到它的根 这样子呢 就是说 我们让这一棵树 让它不知不觉 它已经搬家了 搬到新家 它不知道 然后我们在旁边 也是填 这个新的土 填好了 填好土 一定要压紧 你旁边的土 没有压紧的话 这一棵树 风一吹 就弯 就倒了 所以土一定要压得 很紧很紧 然后周围给它围起来 围起来像一个大碗宫 大盆地一样 让这样子的话 你的水跟肥料 才会下到根部 很多人种 他把它 种的时候不懂 他把它泥土堆得高高 像一座山 这样子的话 你浇的水 还有肥料 全部都往外流掉了 它的树根 完全吃不到水 也吃不到肥料 所以说这一点呢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非常的重要 OK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是关于 这个种树的 种树的那个规则 OK 如果听不出力 这种树根